我們這裏北河街有不同的地方 石環署署長梁卓文到深水埗北河街街市 視察活雞檔灘的清潔情況 上個禮拜開始已經加強了清潔我們的街市 現在來說我們每一天最少會清洗這個街市三次 至於活雞檔我們要求每天收檔之後 檔主自己都要清潔自己的檔口 剛才大家也看到在檔子清潔完檔口之後 我們也找我們的一些承犯商 再一次用高壓槍、熱水和消毒藥水 再一次清洗我們的活雞檔 梁卓文說石環署會派人每兩小時巡視雞檔 確保做到人雞分隔 相信現時措施可以將風險降到最低 而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就說 一旦港有病例就會啟動專家互防機制 當如果有一個確診病例的時候 我們都是希望知道譬如那個病人 他的病徵是怎樣的 譬如他各種的測試、肺功能、血等等的反應是怎樣的 以及不同的治療方法是怎樣的 能夠吸收多些經驗 能夠令我們制定出更好的治療方法 所以現在當廣東省或者我們香港有確診的病例 大家專家就會馬上去那裏 大家去吸收一下大家怎樣去處理這些病例 香港呼聞電視記者林家堯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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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